张志玲今天跟聊天队签约了四年币立合同 很多球迷不解 为什么张志玲选择四年币立合同呢 这是你对CBA的规则有所不了解 老大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 币立合同是CBA最具深缩性的合同 从理论上来讲 币立合同能从30万签到550万 而且币立合同是整个CBA合同唯一具有激励条款的 那么激励条款是什么条件呢 老大告诉你有三个条件 第一 你这个球员必须在全年出场比赛 达到80%的场数 第二 明场比赛至少要达到21分钟 第三个 球队要打进激劃赛 也就是前12名 达到这三个条件 就有被激活激励条款的可能 那么激励条款是什么比例呢 两个比例 一个50% 一个100% 那就说张志玲和球队签约的币立合同 它是有很大深缩性的 究竟是多大的一个币立 这个不能对外宣布 但是肯定它应该包含着一定的激励条款 另外对球队来讲 前达例合同有一个好处 球员可能赠得更多 但是他不占公司帽 只是那个基础 连激励条款翻倍的都不记住公司帽 第二个 对辽政队后续先为点心球员 达例合同的球员 无论增多少 他都不占点心指标 所以说辽政队这次能够把张志玲 吴昌泽和于德辰三个年轻球员 分别签了四年和五年的币立合同 对辽政队的后续发展 那是绝对有好处的 希望这几个年轻球员 都能够在阵容大中打出英雄的水平 不仅满足币立合同的需要 而且还能把我们币立合同的激励套还 这时候是球队和球员双方收